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台北股市大涨297点 涨135点 今天涨超过一倍啊 297点 涨怕死了 那今天放心了吧 所以最近一直教你们这个东西 简易多空的辨识法 多头市场铁律 欲藏黑隔日就是买点 所以涨135点 没关系 今天不是大涨回来了 对不对 要学会啊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谈 30年的经验 这外面你学没得到的啦 外面书本没有写的 美国股市礼拜四又大涨 你看礼拜三大涨191点 因为联总会议记录里面显示 美国经济还是很强劲 那昨天涨更多 最多涨了653点 售盘涨516点 昨天美国发布了上周 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经济指标都是固定时间在发布的 每个礼拜四 开盘之后都会发布 上个礼拜 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有多少 上周初次申请21万人 前一次是21.8万人 原本预估是21.5万人 所以数字比预估值来得好 代表什么 代表美国的就业市场还是很活络啊 所以联总会官员他们讲的话是真的 美国经济真的还是很强劲 那不要因为一些法人 这里看坏那里看空 然后把自己给吓死掉 股市反映总体经济 经济好股市涨跌是难免嘛 最后还是会回归经济的步调 昨天安达克大涨2.68% 费城包体大涨3.88% 费城包体跟台北股市的联动性是最直接的 你如果说像银行股或者卖场 那些跟台北股市就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可是半导体股相关性是最直接 所以昨天台北股市台此期的夜盘 昨天晚上就大涨190点 所以你看到昨天晚上夜盘大涨190点 今天大气是正常的嘛 对不对 美国股市的部分 我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谈过 这根棒子叫什么 叫底部冲天炮 这种K线 叫做底部冲天炮 经常出现在底部 不常出现 可是每当出现 往往都是单日反转的讯号 所以上星期这支三拆 我就跟你讲了 这里一次 这里一次 这是底部的冲天炮 反转机会很高 那接下来只要上个礼拜三的高点 再过关 就是反转的确认 你看连续连三五天 是不是过了 是不是过了 短短五天时间 道琼涨了2139点 昨天已经正式站上 上个礼拜三的高点 所以这一天的单日反转 是确认的 是完成的 所以今天整个亚洲股市全面大涨 我们涨297点 算很多 香港更多 香港起了五百几点去 涨到五百多点 昨天台北股市 开高走低 路135点 哇 我要跌死 快吓死了 很多空投言论都出来了 多头市场铁率 长黑隔日就是买点 所以昨天大跌 今天直接开高 而且一开高 又比昨天跌得更多 开高169点 因为台子期已经涨190点了 开高就一路不回头了 收盘收到最高点 297点 收到297点 可能很多人担心 今天量是不够啊 只有2200亿啊 量不够啊 这样去 敢怕 你想一个问题 量不够 如果涨个60点 80点 100点 就算150点 量不够 都是虚的 可是量不够 能够涨到297点 代表什么 代表丑马洗得干干净净了 丑马洗得干干净净了 想卖的都卖出来了 没想要卖的 他也卖的 所以丑马干净的情况之下 无量就可以大涨 所以从今天无量的大涨 代表 现在丑马已经很干净了 那丑马干净 台北股是要扣 就好扣嘛 对 就好拉了嘛 我连续几天一直跟大家 他谈这个东西 空投铁率 欲长虹隔日就是空点 长虹的意思就是 收盘涨超过100点以上 我算这段行情给你看过了嘛 17767跌到15616 两千点里面 只要一长虹隔天就跌 一长虹隔天就跌 一长虹隔天就跌 一长虹就跌 一长虹就跌 所以这叫铁率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 你如果认为空投还没结束 他不可以出现两根红棒 出现两根长虹隔天就结束了 你听到吗 这边已经印证给你看了 那如果是多头呢 多头欲长黑隔日就是买点 也就是说 如果是一个多头架构 不能出现连续的两根长黑棒 所以以后你用这样去印证行情 会让你看得更清楚 这也是从15616点上来 第一根276点 隔天是不是大涨 第二根190点是不是又大涨 那昨天第三根135点 今天涨更多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 这就是多头啦 你不要只是看指数涨跌多少而已 你要看结构的部分 这波上涨都只有一长黑 都只有一长黑 没有出现两长黑过 代表这就是一个多头行情 这就是一个多头行情 所以都只有一长黑而已 要听我 这交很好用 这都很好用 那其实大盘 我在两个礼拜前 就跟大家算过了嘛 跌到73天已经结束了 73天结束之后 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周期 讲完之后是不是上来了 下星期会更强喔 下星期会更强喔 可是下星期会更强喔 可是下星期会更强的过程当中 两个开始一串 今天2200亿 代表从马清洗干净 下星期继续要去 两个开始增加 2500 2800 要出到3000个医生 代表大家开始愿意去追高 当大家愿意开始去追高 动能开始增加 那么整个多头 它的续航力 才会更强势 所以下星期 两个开始慢慢地揣 我有给大家看过 外资已经开始由空翻多了 完份够够 六万口空单好好 才破去就对了 够够够 前年12月8号 一万四千点 对不对 偷端出了之后开始扛 去用够 四千三百点 也没较缺 对不对 所以他近年度一直卖台股 因为手中空单赔太多了 外资卖了八千亿之后 开始把空单补光了 开始反手做多单了 我在那两个星期就能拿钱了 外资台子期开始翻桌了 虽然说股票要不可以开始繁手多 可是台子期已经开始繁手多了 你看今天外资 买台子期买多少 又买4699口 现在总数已经快一万口了 当台子期买多之后 他一定会开始大买台股 所以今天一买买了203亿 如果外资手中台子企业都担不多 他大买台股就没意义 那现在已经累积快一万口了 外资大买回补的动作 陆陆续续就会开始揣 所以就跟大家讲过 台湾经济没那么厉害 股市经济的橱窗 行情涨涨跌跌是正常 如果经济是好的 那股市跌多会再上来 台湾经济好不好 很多法人说这个不好 说那个不好 数字会说话 第一季财报已经告诉你 台湾景气是好的不得了 最强的第一季 史上第二高 116家获利创新高 台湾经济没问题 我前两天也给大家看过 外汇存底 从第五名 晋升到第四名 你要第一名大陆跟日本 这经济规模太大 我们没可能赢他 第三名是瑞士 原本第四名是印度 我们超前印度 从第五名提高到第四名 这样好吗 很好啊 台湾经济什么好 六三千点嘛 时间周期又结束了 所以现在开始会上来了 我不知道你现在手中持股 情况是如何 如果手中持股很少的人 加油啦 金区 晚上买不对 要让自己摆在最有力的位置 我也提醒你啦 台北国际电脑展 这礼拜二开始 电子股年度的大拜拜 这次跌了三千点 电子股跌三成四成五成的 很多 那遇到大拜拜来临了 电子股一定会翻身嘛 是不是 一定会冰心的嘛 昨天台积电跌了十块钱 今天台积电开盘就起十块钱 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跌一整天跌掉十块钱 今天一开盘就十块钱了 一开盘就对掌漏整天的 全部吃掉了 今天台积电起十六块 现在只有134点 现在要一盘去 台积电一动 今天电子股就会动啦 联发科昨天一整天跌了十块钱 今天一开盘就九块钱 这样什么意思 掌漏整天跌十块 今天一开盘就九块钱了 联发科今天起十八块 所以跟大家讲过 大盘要扭转 一定要台积电跟联发科 台积电占大盘比重27% 台积电一叮当 基础就会扭 联发科一叮当 IC设计族群 高价股就会叮当 所以看不看这两支就有了 所以今天这两支股票一开高 大盘已经具备攻击的架构了 昨天信华股后 怕他要跌停 今天涨停 股后 今天股王也一路攻到快涨停 只有这四支股票 我今天一开盘看到这四支股票 开始挖 我就跟会员讲 今天铁定不会下来了 台积电联发科 又加上股王股后 这个盘要怎么拉 所以今天一开盘 其实就已经奠定 今天会大涨的一个格局 所以看行情 不是在看基属基路 你还可以看一些明明的格局 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些指标你会看 行情对你来说就轻而易举 今天电子股占大盘53% 正常的啦 因为电子股部队最庞大嘛 大盘要攻击电子股 则无庞贷嘛 加上目前电脑盘 那行情股今天只有12.4%而已 都没够 没够 因为2200亿 你一定要有所取舍 2200亿不可能动过多的主群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行情股比较吃亏 前辈电子股抢走了 那行股今天 有没有发现到尾盘 最后十分钟大盘都在摆了 最后五分钟的时候 长龙阳明 499 499 499 那个买单一直进来 太半价两块半 两块半你说多其实也还好 可是尾盘大单进来了 下星期长龙阳明要注意啊 国际的海运国给大家看过嘛 对不对 赫普罗特已经涨翻天了 赫普罗特已经涨到 比去年7月7号的高点 又多涨了1.3倍 那长龙 当时我们233比他高 那现在人家470 我们140 差那么多了 输人真多 日本的川崎也是 去年6月30号 细琴抠 那现在去那九千三 去涨了一倍 阳明当时在230 那现在还在那八三 也真的有得委屈耶 你看川崎最近 几乎每天都在狂飙 最近川崎每天都在飙涨 离拜一4.8% 创新高9900 昨天大涨4% 10370 今天川崎又大涨4.3% 已经1万空840了 是不是一直在创历史新高 只有五月份 只有五月份 川崎高67% 那你长龙山明星输人真多 对 今天不是川崎而已喔 日本最大的航运公司邮船 今天一度大涨到8% 收盘大涨6.2% 光是五月份也涨33% 准备要开始去追历史高点了 所以长龙山明 下星期要注意 我这两天算给你们看嘛 二月外资买11万张 三月小麦18000张 四月份买36000张 五月份买39000张 礼拜二继续买 昨天也买 今天外资继续再加码长龙 人外资慢慢偷偷 他没跟你说 等到他买多之后 他开始扭 你就措手不及了 你看阳明 外资也是连买 连买四天 买四万五千几张 阳明随时会冲在的 要注意 随时会冲在的 随时会冲的股票 这个礼拜大涨之后 连买四天等下来税 后来一星 拢了就吹起了 你有长龙有阳明的 来找林德宴 你看泰伯 我就给大家看啊 去年最大量在这里 当时价格在两百亿三 讲完之后 隔天又大涨 礼拜四又继续涨 可惜这太高压回了 今天又涨三块钱 已经离了离了 拖一快筛 这个礼拜就会上市 第二季的业续 第二季的营收 第二季的营收会倍增 第二季的业绩 有机会高达一个股本以上 你看他去年赚了21.3 今年有机会赚到30块钱 三百块去买就太高了 现在打到两百块 这底部已经要出来了 林和宴推荐的股票 你知道吗 我没给你推官 我也不会去讲一些投机股 开大门走大道 我专门找赚大钱的公司 股价跌很深的时候 一档一档提供给你 这样你做起来 才会安安心心 温温的坛 温温的坛 你看这几只股票 这几只 业绩也是大成长 我在等他打下去 这只也是 一百九跌到一百二 现在底部开始出来了 我在等他压回 这只也是 第一季业绩成长一百一十六% 股价从一百七 跌到剩九十 赚大钱股价腰斩 我在赚到一档股票 等他压回之后 我来带你上车 后面咕咕断断 后面咕咕断断 那同年有这种方法的 来找林和宴 今天我们下午 稍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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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很深的股票 你也可以搭配 跟大盘同步的落底 4月12提前落底 或4月27提前落底的 这两个最好 夹锅票后面 大反共会起最狂 赶快找这些股票 你看联电我在12月的时候 跟大家讲 套劳该会不会开 要快走 结果从65块钱 一路跌到4月27号 领先落底 获利还创新高 你看到脚弯座是不是开始上来了 是不是开始崩起来了 我说完之后是不是开始崩起来了 这还没涮的 联电后面还有重头戏 每年北一比至少都有15倍以上 今年七户人 你算一下 你算一下 会有多多 现在台没刚开始而已 现在台没刚开始而已 看远一点 看得远你就能够赚得多 你如果只是都在看眼前 一两天的行情 阴远都不会赴了 永远都不会赚大钱 望宏也是啊 今年也是赚七块钱 北一比五倍而已 这台不都很明显 而且外资今年累计 已经买了九万多张 外资卖台股卖了八千亿 卖台积电六十三万张 卖连电七十万张 反而大买望宏 反而大买望宏 可见得外资有他的安排啊 望宏每年本一比至少都有 九倍到十一倍 多的话有二十四倍 现在还多少 现在才五倍而已啊 只有五倍而已 这种股票后边都有大行情贴 阴远都已经要赚了 要注意 阴远赚尾的你才有赚大钱的本钱 队贯的永远都在承担风险 你看我昨天跟大家讲这支股票嘛 对不对 五十天十九天 几乎就是一个规律 都是五十天的周期 这次下来第一百天 去年赚五十块钱 第一季成长八十% 赚到四倍而已 配十三十二块钱现金 资利率十三% 我常常在拿钱 时间到了 今天是不是开始上当了 今天是不是大了 所以你要找这种股票 找这种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联发科 我们今年十个八百市买的 一千一卖掉 卖掉之后一路跌 这样保存 保存到大家不敢买 是不是抵不出来了 我跟大家讲完之后 是不是开始慢慢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联发科 现在这个平台也够 后一星期警察就来了 这也刚开始了 联发科每年的本益比 至少都有十六倍十七倍 高标甚至于可以到 三十倍的高标 今年如果八十五块钱的话 不要算高标 我们就算低标的 就算低标的 会有多多 这后边都精彩 这后边都精彩 我是不是专门找这种 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来跟大家谈 对不对 联勇也是啊 我们去年三百七倍 五百三倍 没完之后又落下来 落到三百五 我就开始跟大家讲了 赚比到五倍而已 是不是开始上来了 今天也是大涨 你要找这样的标的 赚买底部赚大钱的 后边你再有赚大钱的机会 乐同联合宴的 跟他联演脚步 做助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